尖沙咀嘉年威老道25號的《明彪世家》 在星期二遇劫 警方經調查後 以串謀行劫罪名 先後抓了三名中國籍男子 懷疑他們策劃劫案 以及在案發前假裝顧客壓標行開門 另外四名匪徒是蒙面的 隨即衝入店舖裏 其中兩名手持大鐵錘 撥向玻璃色櫃 另外一名手持利刀指向店員 其餘匪徒就在玻璃色櫃裏 掠走了總共24隻名貴手錶 價值超過港幣3900萬 整個過程是少於一分鐘 警方有提到 劫匪在事後登上了一部銀色的豐田私家車 沿著七咸道南往公主道方向逃去 目前警方正追查接應的車輛和濕標的下落 至於其餘劫匪的行蹤 仍然有待調查